前部两个卡扣把他中间的心先把他撬开 然后把这个拔下来 两个是一样的 底部是一个螺丝 把这个螺丝拆下来 后部一样的原理 尾部 尾部这里一个螺丝拆下来 后面两个卡扣拆下来 全部拆下来以后 这个前面就可以拉下来了 直接拉 直接拉 不要发破损 不止不了 直接直接 底部也同样的原理 直接拉下来 现在这边顶住了 对 直接拉下来就行 直接拉下 可以 第一个支架外面呢 要有钢筋螺丝防松罗帽 里面是原车的护板螺丝 原车的护板螺丝 外侧又挂钩螺丝 里侧又原车 第一第二个螺丝 原车护板螺丝 第二个 中支架 利用第三第四 第五个原车螺丝 外侧同样用挂钩螺丝 把它拣紧 后支架 利用第七个原车护板螺丝 外侧同样用钢筋螺丝 把它挂紧 这边一定要调节 螺丝 先拆下来安装在车上 开下来 原车 全部 给它拧上去 眼子 咱们再使劲把它吹进去 好 卡扣堆好了 卡 听到啪一声 好了 OK 直接把这边旋转拧紧 固定死了 然后没有缝隙 调整完美 好 就是这个缝隙 现在已经调整完美了以后 然后再来调节这个螺丝 和固定这个滑动螺丝 最后一步 才固定这个 这个和这个